Hello 我是影韩 夏天怎么能不吃凉菜呢 今天就给你做了三道凉菜 都是有关黄瓜的吃法 夏天真的太适合吃黄瓜了 虾开背去虾线 虾皮不要全部扒掉 那留一个这样的小尾巴 水背放入虾 变色转去后捞出放入冰水中 一颗熟的牛油果去裹肉 加入小半勺海盐 黑胡椒粉 勺橄榄油 然后给它捣碎 加入两瓣蒜的蒜泥 把它搅拌均匀 黄瓜用这种小皮器给它刮片 用切好的黄瓜片 在末端抹一层牛油果泥 然后将它卷起 顶部放上一只虾 第一只90两的黄瓜和蝦卷就完成了 每一口都是清新 我们现在来做缩衣黄瓜 首先要挑选一只角质的黄瓜 在它的两侧架上两只筷子 刀与筷子成90度 均匀的切薄片 然后将切好的黄瓜翻面朝下 样式架着筷子 刀与黄瓜成斜面 同样是垂直的切下 切成均匀的薄片 不切好后呢 可以小心的将黄瓜提下 是不是也没什么难度 切好的黄瓜放入容器 均匀的撒上盐 拿上少量的白醋 给它腌制半小时以上 让它脱水 腌制黄瓜的时候呢 我们来调好吃的料汁 一勺蚝油 两大勺生抽 两大勺醋 一小勺糖 两勺香油 搅拌均匀 看黄瓜已经脱水了 倒入少量清水 给它冲洗一下 然后给它捞出 给它盘入盘子中 淋上调好的酱汁 加入少量的蒜泥 适量的辣椒圈 淋上热油 好了 所以黄瓜完成了 来做好吃的黄瓜酱肉 挑选这样又质又粗的黄瓜 给它切成大小一样的块 表皮可以用刀刮一下 修出刮纹 水开加一小勺盐 少许油 然后下入黄瓜 这样可以让蔬菜更加的脆 焯一下就可以搞出 放入冷水中 用勺饼将黄瓜挖成小碗 小块肉馅 加入盐 黑胡椒 生抽 料酒 给它调味 搅拌均匀 调好的肉馅 填入黄瓜碗中 放入锅中 蒸饮到6分钟左右 蒸黄瓜的时候 还是来调一个好吃的料汁 把勺蒜泥 适量的生抽 适量的米醋 加入辣椒油 这个辣椒油 是我秘制的辣椒油 把糖 两盐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黄瓜也可以了 装盘完成 哇 实在懂极了 我要先尝一下这个 这个实在太诱人了 嗯 好吃 你没有什么想吃的 记得留言告诉我 我做给你们吃 哦 哦 哦 谢谢观看